伊拉克北部有分歧的城市基爾赫克居民表示 星期一凌晨聽到炮火聲及槍聲 與此同時,民兵與富爾德武裝在基爾赫克南部開炮還擊 在衝突發生時,伊拉克總理阿巴迪要求伊拉克安全部隊 與基爾赫克居民以及富爾德自由鬥士武裝人員配合 對基爾赫克強制實施安全措施 伊拉克國家電視台報導說 伊拉克政府軍連夜已控制基爾赫克省的港大地區 但富爾德官員否認有關說法 伊拉克政府支持的民兵組織在距離基爾赫克市 大約是10公里的地方參與對富爾德武裝的炮擊 自伊斯蘭各武裝人員被趕走後 富爾德人一直控制基爾赫克 富爾德人與伊拉克中央政府 就包括油田在內的土地控制權長期存在著分歧 三個星期前 半自治的富爾德地區舉行了獨立公投 這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緊張 參加公投的人壓倒性地支持獨立 阿巴迪政府認為公投是非法 伊拉克的輪郭土耳其和伊朗也拒絕承認公投的結果 這兩個國家境內都有大量富爾德人口 美國則表示公投規格合法性 美國支持一個統一的伊拉克 美國有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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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